65 《大公報》James U. Little同培成都花園 2015年7月13日文化A21 《大公報》信 記者周宜報導 大型油畫成都花園現證於成都園陽太古類廣東會館展出 展期至本月22日 現年六十歲的美國藝術家James Warholer 此次與八歲澳洲籍小藝術家Elita Andre公同創作 十米乘二米的成都花園幼畫 同時慶祝成都最新城市地標成都園陽太古類的全面啟動 James難忘憶何架灰紅貓、梳果、人民景觀、 傳統的大街小巷及庭院 都是兩位藝術家創作成都花園的靈感來源 為表達他們各自對成都的感受 James以普普藝術風格及插畫傳適這個城市的文化與特點 他認為,花像正嚴東過去後的春聯花開 此次的繪畫重點角色便是秋卯丹 生長在這片土地的秋卯丹 他的美是舉世供應的 他的特性很適合作為聯繫世界的橋樑 這也是我首次到訪中國的一個特別紀念 James增為想百本褒幻小說繪製封面 同時也編寫並繪畫自己的兒童圖書 其中最為人熟知的是描寫他同年時到宿富安迪玉河家中作客的作品 Uncle Andis 為藝術而藝術是James對藝術的理解 然而這理念刻來自當代最具影響力的普普藝術大師 James的宿富安迪玉河和Andy Warhol 關於藝術 我的宿富教會了我太多的東西 他常說靈感就在我們的身邊 藝術創作無處不在 我始終牢記他的教誨 尤其在創作成都花園的時候 Elita九月大已顯天賦小小年紀 就被稱為視覺藝術界的莫澤特 八歲的Elita Andre在近九個月大的時候 就開始顯露在繪畫方面的天賦 喜歡大自然,尤其開闊的天空 他此次以墨爾本唐人街的新年舞龍作為靈感 將天空和大自然的多彩畫入成都花園 Elita以潑沙方式繪成一條中國龍 與James的私隱約融合 以七幅兩米高的畫布 組成了長達十米的畫面 展示了從生命的開始 經歷到晚期 形容人們生命如同花園一樣繽紛多彩 太古地產常務董事何祖英表示 這幅由兩位不同年代 各具代表性的藝術家共同打造的畫作 不僅詮釋了經典與創新的完美結合 也呼應了成都遠洋太古裡豐富多彩 碰撞交融的多元文化 廣東會館內除了展出 James Warhol 與Elita Andre兩位藝術家 四十幅畫作之外 其中還包含普普藝術大師安迪玉河的 刊見珍貴首稿 出席當日開幕裡的嘉賓 包括成都市市長唐梁志 四川省商務廳廳長謝開華 成都市錦江區委書記周思源 沿洋地產董事局主席及總裁李明 太古地產常務董事何祖英等 東會軍 福州 城市長唯一 倉彩 厚